你一是铁桃门 爱 爱你 爱你 苗小令的运 真是无人能及啊 先生既然那么喜欢苗小令 为什么不去见他呢 坤东军进入北平之日可待 北平一破 金门是存亡之痕 到时候 整个金门都在我们手中了 娶娶一个女人 又急待一时的 先生说的是 眼下我们只要等待这一伟大时刻的头 现在我们做的事很多啊 对了 我让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已经通知下去了 仓库里的军火能运走运走 运不走的马上就地销毁 不要给陆友毅有一定点借口 陆友毅的儿子烧了我们的军火 明白的是陆友毅在背后撑腰呢 陆友毅话里有话 让我管好自己的货物 这就说明了 我们利用货轮 私运金火的事情已经暴露了 当然了 我们可以对金门政府施压 可是陆友毅是个山匪出身 胆大妄为 他要是豁出去了 还没等到施压见效 他就会把金门闹个底条天的 这回 必须得府邸抽薪 把这狼崽子的钱给我断了 可是姥爷 那紫针花钱的花惯了 你突然断了他 他会不适应 不适应 不适应也得适应 你不是说他立了大功了吗 立个屁功 他竟给老子捅娄子了 老子给他擦屁股还来不及呢 再不把钱袋子看紧了 他不定头冲冲大娄子来 你们都过听好了 到现在开始 谁都不许给他一分钱 你们要再敢给他钱 我就被你们的钱全都掐了 刘瀚田先生 苗老板有请 到你了 到你了 不知了 我现在走了 来了 来了 请 来 来 来 张先生 这是送的什么礼 眼翠头面衣服 满串满翠啊 老子好服满楼的手艺 你找到你了 大手笔啊 哪里哪里 苗老板不是普通女子 什么世面没见过呀 也是也是 陆思念 你也来了 陆思念 您也来了 陆思念 救我这么繁忙 也敢来了 这苗老板的面子也够大子了 是啊 有几天喝苗老板喝茶 够口 陆思念 你来的是真巧 刚刚的闻到我 吴局长 那 您先请 您先请 那我就不客气了 客丝菜衣一套 精 妙老板笑呢 一寸客丝 一寸金 陆思念的心意我领了 可是这礼物 我是万万不能收的 这个 要不你那个儿子 又要上戏台子闹戏了 苗老板不要介意 全字缺少家教 胡闹 胡闹 还请苗老板见谅 令公子都是说了一片肺腑之言 怎么能是胡闹呢 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知道老许和山区的同志的联络方式和地点 每周五下午三点 在西活动的咖啡馆 山区的同志也许已经知道老许牺牲了 你说他们还会冒风险来街头吗 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我一定要去试一试 不行 太危险了 还是我去吧 不 我去 你掩护我 你说你怎么追的小娜 用他什么招 让他那么死心太地啊 这个东西你也没对象 我交给你也是白搭 再说了 这步骤多着呢 繁琐的 你知道吗 这么麻烦呢 你每天盯着我妈的八卦有意思吗 不好意思 报道有价 是十五家 你铁定了不撤 不撤 这是干什么 你给我尊重一点 知道吗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你要是再缠着我妈 我就天天缠着你 你不是让我妈上你的报纸吗 那我就让你 上别人的报纸 你给我说点 一丁点也行 就一丁点行不行 招下我 招下我 行 哥今儿高兴 就教你一点 但是你可记好了啊 没下次了 就交一次好好学 下次我就收费了 行好嘞 这不是李希燃李大厂啊 这位是 叫什么来着 叫 是 生活报记者赵静 对对对 记者还是个 你看看 你长得又那么漂亮 可这得挑男人的眼光可不怎么样啊 你挑也得挑一上档次的呀 陆自账 这儿没你什么事啊 你给我走远点 别给我捣乱 我捣乱 我是怕一朵鲜花插在了牛份上 你说我能不捣乱吗 谁是牛份还不知道呢 陆司令 陆司令 虽然平时喜欢张花惹草 可还一直在守着金门城 怎么说也算是个爷们儿 可他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顽固 不是 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你说什么 谁顽固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谁顽固啊 会不会说话 你的意思就是 我不配给我爹陆有一当儿子呗 我跟你说 我就给你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给你讲一个 所有明眼人都知道的道理 你跟谁 都不能跟他 谁跟他 谁倒霉 谁跟他 谁不着耐 你要跟啊 也得跟像我这样 爷们 真漂亮 你少跟我少流氓 你小心我 这树要皮 人要脸 这没皮没脸呢 陆公子 你这种没皮没脸的人 他真不少啊 真好看啊 真好看啊 真好看 哎 要不这样 你给我当未婚妻吧 大房肯定是没戏了 二房三房 你随便挑 你爹张话惹草的本事 你是一样都没落下 真好看 你怎么这么甜不知耻啊 好 行行行行干 还挺挺厚 洗 baby 好 救命 救命 我啊 走路上轮头 一个人不准防守战 走 救命 射箱们 有弹了 弟兄们 上 拿走 射箱们 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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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啊 让 Sit 怎么办 真是 刚才开枪跟我没关系嘛不是 干嘛呢这是 干嘛呢 你举着声干嘛呀 怎么了 害怕吧 没事啊 真的 你跟着我 坑 slipped part 首先你不用排队 而且很快就能出去 也没人敢查你 怎么样 但是有一个条件 出去后 你必须轻微了 人家事干嘛呀 跟着我 三分钟就出去了 走 四周 来了来了来了 瞎上什么呀 干嘛 走 站上去 给给给 陆少爷 陆少爷 你行 陆再去 这不是陆少爷啊 陆再去 走啊干什么呢 他怎么在这儿 这分上日过的事还没消停的 这个陆公子真是太麻烦了 我过去不太方便 你过去看看 他怎么回事 知道 陆公子 陆公子 你走得这么匆忙 不怕让人口舌吗 谁呀 谁口舌 我们是为你好 你陪我们检查 然后清清白白地离开 不是更好吗 行行行行 这样啊 给你两条路 要么 你跟我一起回陆公馆查去 要么 现在把我爹给请过来 他老人家要是同意了 我脱光了屁股 一丝不挂的让你查 陆公子 你说的 你是在为难我 我为难你 你是不是活腻味了 上我这儿找不痛快了吧 我跟你说 你查我行 但是我女人 你绝对不能查 你要是在她身上摸来摸去 你知道 你这是在吃谁的豆腐吗 你这是在吃陆司令儿媳妇的豆腐 你不想活了你 走了走了 怎么把陆公子给得罪了 吴局长 我们在常委检查 常委检查也不看看人哪 你知道这是谁吗 陆司令的公子还需要检查吗 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识数呢 吴局长 你手下怎么回事啊 狗杖人事还是胡家胡卑啊 平时你也不好好教育教育 我看你啊 还就是没把我的爷爷放在眼里 对不起啊 是我们的不是 你呢 大人有大量 我喝杯咖啡那么多事 什么东西 干什么吃的 啊 还挺麻利啊 谢谢 不用客气 赵大记者 哎 怎么样 我这司令的公子没白当吧 我跟你说 钱是有用 可是有好多事吧 不是光靠钱就能解决得了的 就像那个李希冉 他家里是有点破钱 怎么了 啊 现在不照样还在那排着队呢吗 是不是 我要是你啊 趁早就跟他断了 来 你 Kleinei 你怎么在这啊 没事 约个朋友喝杯咖啡 没想到陆大少爷 仗势其人给搅黄了 还不赶紧的放李姑子通行 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干儿子 既然呢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 你就提干爹的名字 不用了 真是难伺候啊 那你不伺候他不就得了 我伺候的不是他 我伺候的是苗老板 进去 好好的搜查 是 没事吧 赵小姐 排完队了 李希冉 你看看你那干爹刑场 一天到晚不是抓这个就是抓那个的 那这满大街晃得呢 日本浪人他怎么就不敢动一个呢 所以我说啊 他就是个罕见 刚才爆炸事那么大 今天肯定又得死人 看啥呢 谢谢赵大记者啊 放开 陆子正 你要干嘛 李希冉 不是怎么哪都有你呢 这是我和赵记者之间的事 与你无关吧 我们两个有赌约的 你忘了 你得气我呀 你 我怎么了 不要脸呢 要是我把你非礼我的照片拍出来看出去 你的女朋友 就和小曼是吧 会不高兴吧 拍一张 给她拍一张 好 不送了陆公子 哼 君眼 把狗屁君眼 这就是孔子和 这样子小日本 别的地方老子管不了 在金门 老子废得好好搅和搅和 可是老爷你搅和搅和 万一出了事 可怎么办呢 出什么事啊 能出什么事 没事 没事就好 那北洋大学签纸 子珍是不是要跟着一起走啊 废话 他是学生 学校都签走了 他不走干嘛 可是我看少爷的意思是想留在金门 他敢 老子花了这么多银子供他念书 就是让他有点出息 别跟老子似的 整天拎着脑袋活着 他敢半途而废 我怎么收拾他 走 去进步 司令 得把少爷送走 不能由着他的性子乱来呀 虽然北洋大学还没有签校 但经文的形势越来越不好了 扯淡 你都看出来了我能看不出来 我是怕不吓着家里的娘们 老陆就这一棵赌苗 司令 我想回一趟苏别老家 把家眷送回去 你不会 送完了家眷就不回来了吧 哪能的 这个账啊 打不打不好说 再说了 这也是个立功的好机会 富贵险中求吧 前面左转 光明剧院 都什么时候了 还去戏院 去军部 到了之后 你找几个人 去日本人的机场看看 猜猜点 小心点 日本人十分狡猾 挨了枪子 可别说我没提醒你 你可爱吃 你不准的 你看看 我以前是在农村 非常好 我 environmental 煮 你不太好 北洋还没签校就走了好几拨人了 这学校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 是啊 感觉生活一下子就变了 那你说咱们的生活也会一起变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说金门和日本会开打吗 不知道 小满 你也要走吧 走啊 我爹把东宇都收拾好了 你不会不走了 我不走了 我不走了 我爹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那我也不走了 小满 你不用这样 金门马上就会变成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我才不管安不安全呢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好 那我们都不走 那我们都不走 小满 小政 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我跟你们一起走 我们不走 不走了 小满 我爹 我爹 我爹就是有学问了啊 二啊 离开景门以后啊 你可得继续地好好地学了啊 咱们老冯家 就致靠着你广中药祖了 为啥人家都不走就我走啊 哎呀 你是不知道 据爹的可靠消息啊 日本人 现在对贝平城 已经形成了保卫之势 这贝平城呀 就好比是 碗里的肉薄子 贝平城一旦隆陷 那井吗 那就成了 另一个碗里的肉薄子了 现在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 都在筹备地转移了 这可是爹花了不少千大胎的消息 你是咱封家的董苗苗 马虎不得 所以必须走 我得赏亮 行 那走就走 但你把这箱子都装满了 别的东西怎么放啊 哎 哎 那这刻本不是最要紧的 知识 知识 是学进肚子里的 您说您放在箱子里干什么呀 放在箱子里又重又没用的 我儿进了北洋以后啊 就是不一样 就是有介事 但是钱就不一样了 越多越好 我儿子 我儿子 你给我摘下这份家当不容易 这可是咱们老逢家亮三带人的刑事 从在外剩着点滑 啊 找他切可是铁大的罪过 丧心吧 我知道了 那些衣服我也得都带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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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儿子 这不是将传仪服的书吗 这这这这这背扬竟脚这些 这不是这 这学校里不教这个 但是现在不是离开了吗 我得自己学 又用就好 又用就好 好了 成了 成了 我带人把日本人大炮里的炮弹 全部浇了个头 看得漂亮 手脚够麻利的呀 日本人不是总拿军演吓唬咱们吗 这回我让他的大炮哑巴露 我看他傻不傻眼 司令 我这回功劳有多大呀 行了行了 给你继一功 谢谢司令 时间还来得及 能赶上下班上 管你呀 干点正经事多不容易 老子还得装雅兴玩风流 不知道呢 金门百姓 还以为老子是真风流 你说 金门的百姓会怎么看老子呀 司令 您是假风流 真爱民 放屁 老百姓都看出来了 那老子不白装了 是 您是真风流 假命 你他娘子就说不出一句人话了 走吧 这几点了 我爹怎么还不回来 别问了 你不知道 你爹现在心里啊 只有那个苗老板 我们三个都老了 可不是吗 谁要是敢说我们家这三朵花老了 我就跟谁急 不 谁在这儿以老外老呢 回来了 爹 苗老板那儿排队排得挺烦啊 你少废话 你给我听好了啊 赶紧准备东西 这两天给我离开金门 你们仨 我得把东西收拾好了 该带的书都得带上 到账房上去指两千块大洋 出去好好问书 别给我丢人 爹 你放心 这人我肯定不给你往外丢 要丢 我就丢在金门 实话跟你说 我哪儿都不去 不走 你说什么 你走不走啊 不走 你给我听好了 老子就是把你腿打折了 你也得给我走 打折了 我刚走不了了 我还真就不信了 娘呢 我他们就是抬 也得把你抬出金门 爹 爹 爹 你不走 你干什么呀你 我不走 我就不走 别来了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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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爹 爹爹 爹爹爹我先不打你 你回答我 你走不走 不走 北洋学校都有钱走了 你也不走 我就不走 你不走 学校前走了 你上哪儿去休息啊 我意思可明白了 学我可以不上了 但是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我就不走 你们都听见了吧 这个狼崽子 为了你念个书 我我我所花的银子 都能该再买两个小妈了 你说不念就不念了 爹 咱家有的是钱 钱算个屁啊 我 老爷 老爷 好 行小子 你不走也行 你就把我这些年 拿出来供你念书的钱 你一两不少的 你还给我 老爷 他哪儿还有钱呢 他平时把那些钱都孝敬我们了 再说孝敬我们不就是孝敬您吗 对 我看那是孝敬你们了 他什么时候孝敬我了 这是我的种 我能不知道 自打他生上 自打他懂事吧 他什么时候给我倒过一杯茶 孩子老爷 你真的说这个吗 他真的是很孝敬我们的 你看我这身衣服 就是他给置办的 对对对 前一只少爷还给我买了一本英文菜谱 让我学做西餐呢老爷 你看看 你看看我的帚子多漂亮 这可没少花钱 这孩子给买的 所以他身上哪儿还有零钱呢 还有剩的钱吗 对呀 照你们这么说 他还真挺孝顺的 是 贼不打三年自招 我看他是孝敬你们了 你 刚跟我要钱 说要买这件衣服 现在又变成他买的了 钱哪 你 孝敬你 给你买英文西餐菜谱 美的你 他是让你学好了西餐 等他一睁眼的时候 他要点菜 他要吃西餐 我看是你孝敬他 你 就这镯子 拿着 就这镯子 你当我不知道啊 你提前一年 就把你该用的钱 你都支出去了 还每个月跟我要钱 我告诉你 这个狼崽子 就是你们这几个人 给惯坏的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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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钱吗 说了半天 都别争了 爹 我跟您说 我帮您花钱 那是对你好 知道吗 你说你这么有钱 你这要是再给我弄回几个小妈来 我跟你说 我一个我都不认 我跟你说 咱们家呀从此就不得安定了 再说了 你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你以为你还跟我似的男 腰杆子怎么样 我看看到底咱俩谁悠悠 老爷 老爷你才是急了啊 老爷 这腰 老爷 老爷老爷 老爷你听我说 你别再跟他生气了 气化了身子不收了 万一这孩子急了 他真跑了你怎么办 跑 我还没能跑呢 我看他能跑过枪子 我一枪我先毙了他 不是你的宝贝儿子 你舍得打吗 那我 行了行了 子珍 你不能这么跟爸爸说话啊 就是 老爷 回屋 回屋咱们好好教训他 我这是祖上没基因德呀 我养出你这么一个 专门给我唱对台戏的东西 孩子们 进屋进屋吧 你先进屋 让太爷进来 好 进来 肯定肯定进来 快点快点少爷 快走啊走啊 我不 别累着了快啊 我就不 我我我我进去了 一会儿他又给我打出来 我进去干嘛 没事有妈妈 少说一句 快点吧 走了少爷 你老生气上身好 走走走 快累了 行了 你们都下去吧 我跟他单独谈谈 少爷有点眼力加 跟老爷好好说 快去吧 老爷 你话好好说 知道 知道 来 你坐 快点 坐下 走 你说 你小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也没什么意思 反正我就是不走 爹 老子英雄而好汉 对不对 你堂堂地守城司令 我也不能闹了 对不对 你放心 我不给你添乱 你踏踏实实地当你的前锋 我在后边给你撑着腰当后卫 父子骑抗日 那比读书可长脸 抗日抗日 师 拿嘴一说 抗他就抗了 你这是匹夫之勇 爹 说实话 你是不是就怕你打赢日本人 怕 怕丢人 怕我跟你一起受罪 所以才把我往外面呢 胡说八道 老子是急行高照 什么时候倒过霉啊 老子手里有枪有炮有子弹 再说了 现在正跟日本人谈着呢 谈得聋就谈 谈不聋就打 打不过老子就撤 所以说嘛 您自己都这么说了 您一直都是急行高照 所以我一定得留在你旁边 沾沾吉祥气 你 爹 人家艾小曼 冷印封 冯有棍 他们都不走 你说人家都不走 我有脸走吗 这我要是走了 司令的儿子都撤了 这不是撑你大嘴巴了吗 别过来这套 他们为什么不走 你当我不知道 你小子是头 是因为你不走 所以他们才不走 那我也是因为你不走 所以我才不走呢 我也随你 这儿能聚人 这好事儿 好个屁 爹 我实话跟你说吧 反正今天你要是把我打死了 我也是留在金门 你要是把我抬着扛着 给我抬出了金门 这腿掌握自己身上 说不定哪天我自己就溜达回来 但是呢 外边现在兵荒马乱的 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 这路就可就绝了厚了 你个狼崽子 你打 那行行行 那咱就再还几天 可是你得保证 别再给我惹事儿 行吗 行 行 行 只要不走 行 没 好 我这是哑了个爷爷呀 军演 离次遭到破坏 大炮受潮成了哑炮 好 金门的军演连着机场下来 常常都出现故障 而且每次周出的习奇苦快 陆友谊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动静 忙着看戏 天天都在看戏 军火库被炸 陆友谊忙着看戏 军演遭到破坏 陆友谊还是忙着看戏 只要陆友谊看戏 就有事情发生 好 先生的意思是 这军演破坏还是那个陆友谊干的 陆友谊装算的本事还算真高啊 可这救不了他的命 他不是喜欢看戏吗 那就让他一直看下去吧 书下不明白 请先使明使 陆友谊必须死 明白 你马上准备人手 记住了 一定要谨慎 不要让别人怀疑到 是我们日本人干的 是 去吧 好 来 爹 我出去吧 好 儿子 子珍我看一下 行 行了 不就出上门吗至于吗 老爷你看你说的 子珍出门怎么也得打扮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的 说好听了 是咱陆家的面子 其实还不是你老爷您的面子吗 是吗 二姐 不光是老爷的面子 还是咱们姐妹们的面子呢 就是 要是少爷收拾得不利落 这人家会笑话咱们陆家几个太太不持家 对啊 我用不着让她给我面子 她不给我丢人 我就烧高香了 赶紧走吧 爹爹爹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几个妈对我太好了 你有点嫉妒啊 你就把你对苗老板的心思 就 就分出来这么一点 就这么一点就行 分给我这几个妈 我呢就劝劝她们 让她们呢对你啊 既往不咎了 好不好 竹子正 他们惯着你 我可不惯着你 不是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闪着腰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老爷你说你怎么这样对儿子呢 我们疼他都来不及了 就是吗 疼他就冲你们这么惯着他 我也把这颗毒苗里运走了 不能让他留在金门 我自己来吧 你上次不是答应儿子 一定把他留在金门的吗 对呀 你懂什么 那是老子的缓兵之计 他烧了日本人的军火 闯着这么大的祸 日本人能饶了他 能不找他算账 留着他 出了事就是大事 人命关天 后悔都来不及 那老爷 你要把少爷送到哪儿去啊 英国 英国 那把他送到外地多多不就行了吗 干吗要送那么远啊 我们老陆家三代单传 我爹就指望着我能够多子多孙 还给老陆家续上烟火 谁真想找了你们这仨废物 我也不把他给保护好了 我们陆家就断了后了 那你也不至于把儿子送到国外呀 那么老远的地方 那是洋人待的地方 孩子冷晚都不知 万一有个人欺负 咱们想去护 那都来不及呀 还用你护吗 这小子杨文好再说了 他是吃亏的人吗 我告诉你们 这件事谁都不许说 不许给我走漏风声 要不这小子一听说准得跑漏 告诉帐王把他钱给我断漏 没有钱他就得听老子的 我听见了吧 听见没有啊 哦 我说我这三位妈妈 你们就真的眼睁睁睁睁看着你们的儿子被捡了吗 你真钱难挡 不管 是吗 这老爷疯了死口了 说呀 帐房一块大洋都不让枝 你老爷也真是 不是 那你们也帮我想想折是不是 儿子你知道 我们都这么疼你 但凡我们用一点点私房钱 全都会拿出来给你的 实在是没有啊 我这个耳环是翡翠的 还能值点钱 你拿去能抵挡一会儿 别别别 你们也别 千万别 每次要钱 不是摘手镯就是摘戒指 就是摘耳环的 我再难 我也不能委屈你们啊 也不能把你们的家底全都给荡出去啊 说我爹怎么这么对你们 就一张银票都没有 紫辰你知道吗 你爹现在就对一个女人都行 那就是苗老板 就是 行行行 别给我提苗老板 一提苗老板我都烦 不行 我必须管我爹要钱 我必须管他要钱 我必须管他